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想象力与现实接壤 你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吗 如果你记得 你可能还记得相信过圣诞老人 牙仙和其他幻想中的生物 大量实验显示 小孩很容易相信超自然的事物 但他们也并没有那么天真 他们不会因为完全虚构的事物而堕落 并能分辨出小说与现实的差异 例如 在像三岁时 他们就已经知道别人是真的做了 还是假装做了 能够区分出真实和想象中的事物 此外 他们也能区分玩具跟实际的物品 但是 德州大学的贾桂林武力教授证明 即使是最不可能的生物和现象 11岁以下的孩子也会相信 他们需要正确的动力 向小孩秀一把魔术 他们就会相信 你是个巫师 嗯 我想是时候把魔杖的灰尘弹掉了 科学家区分了两个发展阶段 在11岁之前和在11岁之后的阶段 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 11岁以下的孩子仍然无法以抽象的方式思考 而11岁以上的孩子已经能这么做了 举个例子 有个问题 有三兄弟姐妹 麦克 莎拉 和汤姆 如果麦克比莎拉高 莎拉又比汤姆高 谁是他们中最高的 如果你能立即回答 你的年龄就是超过11岁了 恭喜 我猜 另一方面 如果你要先画出三者的图片 那么你就还处于发展的第一阶段 这是具体的阶段 问题是 成年人可以在他们脑中做各式各样的事情 即使他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 但是 孩子们在用脑做某事之前 必须要先看到或摸到物体 随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 他们就会开始应用规则 直到最后 他们不再需要眼前具体的例子了 三 很小的时候 他们无法认出父母 除了在他们脑中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之外 孩子们的视力也确实发生了改变 嗯 不是小孩子 而是新生儿 当他们第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周围的一切都是没有焦点并模糊的 他们无法分辨他们面前的面孔 所以新手爸妈 你们的宝宝其实认不出你 就此而言 混你的产科医生 这种模糊状态会持续到宝宝六个月大 到九个月时 他的视力就会变得清晰多了 但他仍然只能分辨出他看到的面孔是否熟悉 像彩色和高画质解析度的这类额外功能会在一岁的时候出现 四 他们学习语言快如闪电 如果你曾经尝试过学习一门新语言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随着年龄的增长 学语言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事实上 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解释说 这里有完整的理论 他说 儿童大脑中有一种机制 可以让他们比成人更快地学习新语言 他称之为语言席的机制 或LAD 现在别误会 这不是在大脑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中能看到的东西 这是一个纯粹假设的事情 用来解释孩子们如何更好地掌握新的语言讯息 乔姆斯基建议 LAD与人类进化有关 由于我们是社会性生物 我们需要沟通 因此我们需要尽快使用语言 那就是这个机制派上用场的时候 年轻时 我们可以快速获取新讯息 甚至以正确的方式应用语法规则 小朋友只不过是通过请听 没有老师教就学会说话了 这不是很疯狂吗 是啊 等你30岁时再试试这个技巧 或者60岁的时候 5.他们所知道的比他们看到的更重要 孩子们不在乎视角 在达姆勒大学进行的一项实验中 要求不同年龄的孩子都画出他们面前的杯子 杯子有两个特征 把手和侧面绘制的花朵 绘画时 孩子们可以看到花而看不到把手 然而他们知道把手就在那里 结果8岁以上的孩子画出了他们面前看到的杯子 没有把手 侧面有一朵花 然而7岁或7岁以下的孩子都画出了一个带有把手 但却没有花的杯子 实验显示 7到8岁的儿童缺乏对视角或观点的理解 即使被要求复制在面前的图像 他们也会画出他们所知道的 而非他们所看到的 因此 如果他们知道杯子上有把手 即使他们没看到 把手也会出现在他们的图画中 这让我很好奇 如果他们做对了 而我们却不明白事情的真正含义呢 嗯 6 他们认为他们知道的 别人也知道 到了特定的年龄 孩子们才意识到 并非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 并且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事情 这在MRC伦敦医学科学研究所 进行的另一项实验中得到了证实 在孩子们身上做实验是怎么回事啊 嗯 这就是著名的沙利安妮任务 简而言之 孩子们看到两个娃娃 沙利和安妮 沙利有一个篮子 安妮有一个盒子 首先 孩子们看到沙利在她的篮子里 放了一块大理石 然后离开了房间 随后安妮悄悄地偷走大理石 把它藏在她的盒子里 当沙利回到房间时 孩子们会被问到 她该先去哪里找大理石 所有三岁以下的孩子 都立刻指着安妮的盒子 而四岁以上的孩子 则指着篮子 这表明小孩并没有意识到 沙利不可能知道 安妮拿走了大理石 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知道 那么她也会知道 现在这解释了 为什么我女儿看着我的时候 会觉得我很傻 好像她隐瞒了什么一样 七 如果他们看不到她 她就不存在 你知道躲猫猫的游戏吧 有没有想过 她是怎么玩的呢 一岁以下的孩子 无法意识到 他们看不到的东西 仍然存在 事实上 当他们看不见一个物体时 对他们来说 那个东西就是永远消失了 那就是为什么 当你和宝宝们 一起玩这个游戏时 他们会笑的原因 你用双手遮住脸 小家伙就会认为你走了 然后你说躲猫猫 然后你又出现了 哇 太棒了 你不能在成年期 也保持这样的心态 真是太糟糕了 你知道 当你没有完成回课 而老师问了你一个问题时 而你就这么 噗 消失了 哈哈 八 他们不知道事情可以逆转 如果什么事情做完了 他就无法逆转 这就是小孩的想法 几乎涉及到 他们生活中的一切 如果你像三岁的小孩 示范鞋带可以绑在一起 他们就会认为 鞋带是永远绑在一起的 而且当他们无法 脱下鞋子的时候 可能会开始哭泣 最有趣的部分可能是 孩子们也不能把 同一个物体上的 两个不同维度 组合在一起 例如 如果在孩子面前 有两个相同体积的玻璃杯 一个又高又细 另一个又矮又宽 他们就会认为 短的玻璃杯体积更大 因此 当你把高玻璃杯的水倒进矮杯子时 对于孩子来说 水变多了 啊 魔术 9 他们对道德的理解与我们不同 事实上 道德是非常主观的 而且他们也会根据文化而有所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道德判断 不是孩子们与生俱来的 他们从经验中学习道德 而且当他们很小的时候 他们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存在 来自加拿大西门飞沙大学的研究人员 再次进行了实验 结果显示 三岁以下的儿童遵循道德准则 主要是为了避免受到惩罚 而年龄较大的孩子 已经明白 善行可以得到回报 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了 成年人对什么是好的 和什么是坏的看法 我给你举个例子 当被问到哪个更糟糕 是故意打破一个杯子 或者不小心打破好几个 小小孩会回答说 打破更多的杯子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所以情况更糟 他们还不理解 不小心做了某事的概念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经验 他们知道 如果在家里打破了一个杯子 他们将受到父母的惩罚 结束 好的 现在这让我有点难过 好的 现在轮到你了 你能想出孩子与成年人不同的其他地方吗 好吧 他们还很小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的东西 那就给这支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但是嘿 先别去玩躲猫猫 我们有超过2000只酷炫的影片供你收看 你所要做的就是选择左边或者右边的影片 点击然后享受 好吧 就这一次 躲猫猫 留在亮生活频道